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只见川普神情普遍 疑似感到痛楚后 捂住诱尔立刻趴下 如果你想真的看到什么 看出什么事 看出什么事 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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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举造势直接变成枪战火拼 这张由普利兹摄影奖得主 美联社的华盛顿首席摄影 Evan Lutri拍下 大难不死的川普高喊战斗 搭配身后的美国国旗 堪称本次选举最完美的形象照 支持者情绪也达到最高点 如果说这不是李欧上他身 我还以为川普也会使用替身 然而回顾整起案件 除了川普耳朵见血 有媒体拍到疑似子弹划过耳边 也有媒体报道川普可能是 被提磁机飞溅的玻璃碎片割伤 另外现场还有支持者 被子弹击中造成一死二伤 而在100公尺外屋顶开枪的枪手 也立即遭到特勤局狙击手击毙 President Trump was speaking from a stage located here with Secret Service snipers in position on the roof of a building behind the stage The suspected gunman was on the roof of another building less than 450 feet away from where Trump was speaking And look what happened to our country Moments before the shooting, we can hear nearby spectators saying they see someone with a gun He's got a gun! At the same time, while Trump speaks, the Secret Service snipers can be seen facing the gunman's direction We see the agent on the roof pick his head up Just before shots ring out at 6.50 但根据宾州选民记录显示 He suffered a gunshot wound to the head Um, was instantly killed, fell to the bottom of the bleachers Another woman was looking like she could got hit in the forearm Trump事後發文感謝美國特勤局 和所有執法單位 也向死者家屬指哀 並表示子彈集中他右耳上部 他當下聽到風聲和槍響察覺異樣 隨後感到子彈撕裂皮膚血流如柱 才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 而日前才被報道 低調捐款巨額給川普的 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 也隨即發文表態全力支持川普 其他包括美國總統拜登 民主黨前總統歐巴馬 前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蘋果執行長庫克 Meta執行長祖克伯 以及眾多政界與科技界領袖 也都紛紛發文聲援川普和受害者 或者譴責相關暴力行為 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 還稱讚川普在真正的炮火下 展現了極大的風度和勇氣 選舉倒數三個多月 川普成功化為機尾轉機 展現政治狂人和強人形象 相較之下常常遭披失智 近期眾多黨內聲浪要求讓位 一舉一動都被放大解釋的拜登 四天前又在北約峰會連續口誤 您有什麼關鍵 如果總統拜登特朗普的能力 如果總統拜登特朗普 在最項目上 看 我不會選擇總統拜登特朗普 總統拜登 但icos由可憐不提決 tới面開 dites Sand duties 我現在分享堅贏 古總統想都可以 等分其磁 比軍成功 及度 小偉康 stared等 我們必須提堅 總統拜登特朗普 總統他是 оф必須 沒有 神iff 你真是欢迎 謝淑薇溫王混雙奪冠 廣球百搭女王謝淑薇 今年將P國家隊戰袍出戰花都 在奧運開始之前 今天謝淑薇又在傳捷保 和波蘭搭檔杰林斯基 拿下溫布頓混雙冠軍 迎接生涯第九座金杯 接下來當然就是 火國好手謝淑薇 還有他的搭檔 四天前謝淑薇在溫布頓女霜 無緣未免只顧四強 但混雙最終占表現亮眼 對上墨西哥組合 剛薩雷茲和歐爾摩斯 首盤就破了對方發球局 第二盤在1比10率先破發成功 在末關鍵時刻輪到謝淑薇發球 結果成功連續拿下4分 最終以6比4和6比2拿下勝利 這是謝淑薇和捷琳斯基 兩人搭檔第二座大滿冠軍杯 38歲的謝淑薇個人生涯 至此共拿下7座大滿冠女雙冠軍 兩座混雙冠軍 謝謝雙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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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科维奇连两局都被破发失手 第三盘进入抢7大战 有艾卡拉斯夺胜封王 最终比数6比2 6比2 7比6 上个月又吸财动手术的乔科维奇 尽管一路挺进决赛 仍遗憾无缘大满贯第25贯 西班牙又一颗星星升起 加上欧国杯也由无敌舰队夺下冠军杯 今天真的是西班牙荣耀之日 今天是西班牙荣耀之日 今天是一个超级赢责的赢责 所以恭喜他给他一个超级赢责 Djokovic is an unbelievable fighter It's a huge honour for me to be part of those players who have achieved Roland Garros and Wimbledon the same year I'm really glad to be at the same table as Novak to do it I'm not considering myself a champion yet but I'm trying to I don't think they agree No, not as them Dare I bring up the football? Where are you going to be watching it? I don't know where it's going to be If I already done my job So let's see the football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be watching it? SpaceX猎鹰9号任务失败 人一梦想而伟大 为了实现登上火星的野望 2002年由美国亿万富翁 AKA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 创立的太空公司SpaceX 经过了22年的技术革新 如今已是全球航太阶的领头羊 然而美国时间11日晚上 SpaceX从加州的太空基地 发射了一架猎鹰9号火箭 要把20颗星链卫星送上太空 没想到在升空约一小时后 猎鹰9号的第二节推进器 却出现故障导致任务失败 但几个一分钟后 第二阶段的第二阶段 失败了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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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传逻了20颗星室 去一辈的颗岗路 它们快将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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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空的颗星室 CEO Elon Musk on Friday 写上X说 那课程的课程 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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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上X 写上X SpaceX的当家主力 主要负责运送货物 其卫星至太空轨道中 而它最以以为傲的技术 就是可以将火箭上的 第一节推进器回收再利用 不但能大幅降低飞行成本 也让SpaceX能以超高效率 不停地把火箭送进太空 自2010年猎鹰9号首次发射以来 至今已进行了354次任务 而包含此次故障事件在内 猎鹰9号在这14年以来 总共只发生过三次失败 成功率高达夸张的99% 我们完全不知道什么事 SpaceX说 它们有第二阶段的水平 在第二阶段 目前SpaceX推测 可能是火箭中 用来当作推进器的一态弹外泄 才会导致这次引擎故障 作为太空界的常年资优胜 这是猎鹰9号继2016年后 发生的第一起任务失败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下令 在调查出确切故障原因以前 将暂停猎鹰9号的发射任务 我们不再知道不久 所以这很样够的 MICHAEL MESEC 有两枚相机的渠电机 可以对数机关系 一个整容来的 西亚会和3小的迷恶 最终的码卡 也会为不少 第二次飞跃的飞满 国后 出了第三次 欧国杯冠军 从今年6月开始 总共历经51场赛事 欧洲国家杯终于画下了据点 拥有史上最豪华阵容 身价加起来有15.2亿欧元 传统强队英格兰 决战无敌舰队西班牙 上半场双方0比0僵持 下半场由西班牙威廉斯率先破门 英格兰则在第73分钟 靠着替补上场的巴默远射踢平 中场前4分钟西班牙的 踢补球员奥亚尔萨巴尔 踢紧关键制胜球 最终西班牙以2比1获胜 第四度捧起欧国杯冠军 凯恩依旧走在无面之路 有新星冉冉升起 也有传奇球星的诸神黄昏 克罗埃西亚的摩迪 只不小组赛 地主德国队的传奇中场 34岁的克罗斯 赛前就宣布将在欧国杯后退役 39岁的世界足球巨星 葡萄牙国家队长西罗 本届是他最后一次的欧国杯 最终葡萄牙则在八强败给法国 百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最新动态